欢迎来到前十名会杀人的图画 第十名 流泪的女孩 此画像出具于葛林 据说是一名男子买的画 买回家以后全家人越看越奇怪 画里的女孩仿佛是活的 眼上的泪珠会慢慢往下滑 他们猜测流泪的女孩可能是一个女巫 第九名 哭泣的孩子 传说中布鲁洛画家 大量会自以哭泣的孩子为主题的画作 自1985年之后 陆陆续续传出 只要有哪个家庭挂上这个画作 哪栋房子就会失火 愤离奇的是 这些画作都会在火焰中保存 续续流传到其他户人家 第八名 痛苦的人 画这幅画作的人 用自己的血完成这幅画作后 随即就自杀身亡 把心中的怨气全部转移到画上 据说在夜深人禁时 靠近这幅图画 会看到画中人生动的阴影 然后发出痛苦万分的惨叫声 第七名 抵抗他的手 据说这幅画盯久了 每个人都会产生 晕眩恶心及不安感 而且买下这幅幅画的夫妇说 有时候会发现 男孩及身旁的娃娃常常变换位置 甚至会跳出画布 走进他的房间里 第六名 罗纳德·加尔维斯的肖像 这幅画挂在美国加尔维斯酒店的大厅里 有客人表示 当他们经过时 会觉得画中西班牙殖民 迪都种眼睛不停盯着他们瞧 若有人未经过允许而拍撒的这幅图画 这幅画的夫人是美国恐怖著名的邪恶女主人 她会私底下拿鞭子抽打黑乳 挖眼睛剥皮的成人方法虐待黑乳 她的房子被火烧光之后 这幅画就被发现 但怪事却不断的传出 包括东西失踪 家中衣物莫名出现烧痕 有人说这是拉劳瑞夫人现身的关系 不想让人家动她的家 第四名 德里斯基尔酒店的小女孩画像 此画像位于德州奥斯丁的德里斯基尔酒店里 一直以来都有闹鬼传闻 而这幅画原本挂在大厅的小女孩画像 就是其中之一 客人表示 看见画像会感到头昏不舒服 甚至有一种灵魂出鞘的感觉 所以现在业者已经把此画像移到五楼 减少别人看到她的机会 第三名 近前的维纳斯 西班牙画家维拉斯贵姿的画作 这幅近前的维纳斯是艺术家戴脑木的画作 但传言说 这幅画曾经让不少博物馆的人工及游客 陷入疯狂的状态 第二名 台湾罗展鹏画作 这幅画是来自台湾艺术家罗展鹏的作品 画里能感受到强烈的不安感 会有一种让人陷入难以置信的黑暗中 第一名 韩国女孩自画像 这幅画的作者是为柴花洋溢的韩国女孩俗画作的 但是画完没多久压力太大而自杀身亡 所以听说 如果你盯这幅画特别久时 她的画会改变 也很多网友放过自己亲身经验的影片 请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更多影片 谢谢 ит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